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与代言品牌将携手创造更多精彩,粉丝心评气和等待最好的结果。 肖战代言的国民品牌合奢,牌在同期生中称得上翘楚,彼此合作一直都很愉快和默契。 粉丝喜欢购买肖战代言的品牌,也热衷于从品牌发布的物料中保存更多肖战的美图。 不过最近,肖战与他代言的T.O.D.S.之间有了一点误会。 事情缘起于有网友发现T.O.D.S.的官网,肖战最初的TITO由原本的Global Brand M Store变成了Brand Ambassador。 即少了一个Global,一词之差,没想到T.O.D.S.肖战的词条下瞬间集结了不少肖战的黑粉,各种业余,诋毁都上来了。 其实无论怎么样口吐芬芳和泄愤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,目前最主要的还是维稳。 肖战粉丝体量太大,如果像个别激进的粉丝要求的那样,让大粉带头去冲官博,有理也变成没理。 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心平气和地去谈,冒进和冲动带来的后果早就已经有了前车之鉴。 刚刚品牌方已给出答复,答复示意已经注意到官网因技术原因导致的代言人称谓描述。 已在与官网技术团队积极调整中二肖战已经是T.O.D.S.大家族中的一位成员, 未来合作还会升级,携手创造更多精彩。 看了品牌方的回复,大家可以吃一颗定心完了, global未显现并非人为,而是技术原因。 与肖战合作一直非常愉快,品牌方不会做损害他利益的事自回口碑。 掌握全部的信息才可以下结论和采取行动, 真的没必要在不了解全貌之前就被带偏了节奏。 这个时候凡事都要低调谨慎, 如果被有心之人利用, 那么不仅会给自己造成伤害, 还会给自己喜欢的人带来很大困扰。 还好,肖战的大多数粉丝都是从惊涛骇浪中走出来的, 懂得大多数时候应该等待, 小不忍则乱大谋。 有些人就是明面上似乎在维护肖战的利益, 其实唯恐天下不乱, 总是变招反而挑拨离间。 其目的不过是让肖战粉丝和品牌形成水火之势。 这样的是自有团队去协商, 粉丝心平气和静静等待回复即可。 团队会尽量维护肖战的利益, 品牌也会有契约精神, 就耐心等待这件事朝好的方向发展吧。 对此,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 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